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先生 小班好 大家好 我李宗盛 还有非常知名的营养师 谢一帮小姐 小串盘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来 风神命连老师 谢云 请谢老师 小班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林隋老师 苏芬老师老师 同学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今天要跟大家聊这种不可思议的主题 先看我们今天的主题比赛 位在头二七线的普济桥 一个上午只有两三台车经过 冷冷清清 附近除了五百公尺外的火葬场 没有什么住家 普济桥原本是积极通往水里的必经道路 自从外环道新建完成后 这里几乎没有什么车辆通行 因为地处偏僻 反倒成了气势地点 92年两名外劳 在信义乡坐流龙摔死 雇主怕吃上官司 把遗体运到桥下 陆续还有四个人跳桥自杀 只有一个人被救起 连同三号的气势命案 一共夺走了六条人命 不止如此 67年间施工的时候 也有七名工人因为公安意外丧命 灵异传说在当地因此传开 老板娘在这里摆摊卖了好几年 她说灵异传说没看过 没做坏事没啥好怕的 今天又到了美洲 我们明年来说鬼这个单元 那么今天三位都是第一次来到 我们不可思议来分享 他们人生中经历过不可思议的经验 首先如中要先告诉我们 很多人在外面租屋 或者自己住处 会突然发生一些灵异经验 我没有灵异体质 所以讲的是朋友的例子 在某一条著名的街道 很热闹的街道 夜生活不断的街道 中山区 对 不要再往下了 谢谢 那有四个大学生 他们都是同伴同学去租屋 那租那个屋可能是 原本就是客厅改建成 隔了四个房间 所以大家用客厅 然后四个房间 其中一个房间是有卫浴的 另外三个房间都没有卫浴 是单身的小套房 那一男三女就住在 这个著名的街道上面的一个房子 那住了一个礼拜 没有人说特地说什么 因为感觉没有特别明显的发生什么事情 那可以有一个人提议说去算命 算婚姻算工作 其他人就说那好啊 我们一起去算 去算命 算命的时候 算命大师为了取信于这四位大学生 叫大人 他就先说 你们现在住在公园的旁边的二楼 楼下有幼稚园 旁边是什么 后面是什么 他想得非常清楚的 你要说地理位置 所以你就会更觉得 准准准 那下来可以问婚姻 可以问工作 什么都可以问了 可是大师先说了一句 他说 你们家住了很多人 四个人算多啊 对啊 四个人 大家看一下对方 四个人多啊 他说你没有听懂 你们家住了太多人 太多人 那其中 开始毛了 对 其中那个男学生 唯一的那个男的 他就说 这样讲 不知道是不是穿着复位 对 可是啊 你们记不记得 这个礼拜啊 我开了两次party 因为新屋嘛 是 那我就邀请很多哥们啊 同学啊 社团一起来玩 那喝棒的时候啊 他发现 怎么叮咚 门打开来 好多人进来 今天都是没有看过的人 他第一次觉得 喝棒了 都是朋友嘛 喝喝喝喝 第二天睡觉 朋友一秋啊 都来啦 都招呼你啦 对嘛 有朋友嘛 一起对一个新屋 热闹热闹 有什么不好 是 对 又一个晚上 才在一个礼拜之内 又招了一次晚上 又是来打来打拍啊 什么什么 又来了好多好多 不认识的人 他觉得 这个是 我要开始发毛了吗 还是 我是真的喝棒了呢 不以为意 他说 他跟那个算命大师说 这个东西算是 你所谓的 住了很多人 很多鬼的意思吗 另外那个女的 一听到这边 就马上就接着说 你讲一个 那我也讲一个好了 我这个礼拜 其实都睡得 没有很安稳 大家开始附和说 我也没有睡得很安稳 我也没有睡得很安稳 那你是发生什么事情呢 他说我养狗 所以呢我容易 养狗的人都知道 狗容易沾毛 对 那你可能在那边抓一抓 在那边抓一抓 那狗是养在妈妈家嘛 所以你可能家里 带了一些毛 在那边抓一抓 在那边抓一抓 可是通常洗澡的时候 水一样淋上去 毛就不会开始 不会翘起来嘛 对 你可以洗掉 或是服帖 不会这么养嘛 是 他有一次在 他唯有的那一个 就是四个套房是唯有 一个是有浴室的那个套房 对 他开始淋浴 来 开始痒 狗毛 大概是狗毛 抓了一大把头发下来 他头发染的是 比较金色偏红 对 可是头发抓下来 是非常的雾黑亮的 可是他也不能因此吓自己 因为没有别人嘛 对 大概是身体不好 大概是身体不好 冲冲冲掉 也不敢洗 越洗这个澡 怎么越洗越冷 然后去睡觉睡觉 也是在这个礼拜 另外一个人听到说 那我也讲一个好了 他说我的房间是 四个房间当中 唯一一个床 没有床脚 没有四肢立起来的床脚 所以就说他的弹簧垫 是直接睡在地板上 对 所以你离地板是很近 你手一碰过来 就碰到地板 对不对 他说有一天晚上睡觉 他觉得那天是做梦 可是因为大家都讲了 这两个故事 他也觉得 我是村朝复位还是真的 那我也来分享一下 我最近这个礼拜睡得不安稳 他说我在睡的时候 我张开眼睛 他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张开了眼睛 有一个小婴儿在爬行 在慢慢地向他爬行 你知道套房 套房有多大 也就是两三平 他就是说从门口 被他这样爬 开始爬过来 可是你知道 我们看到小孩子的爬行 我们大家都会觉得 好可爱哦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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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当你晚上眼睛张开 走上一门 便便之类的 所以有一道湖 扒到他的衣柜里去 编写的轨迹 先看了镜子 镜子好蓝哦 一片蓝 好蓝 为什么自己的脸也蓝 全部的全身上架 他也不记得他那些穿什么衣服 就是蓝 他是戴了墨镜还是什么 好蓝哦 他就去上厕所 应该是发青吧 然后上完厕所再站起来看一看 都没有全会怕哦 我觉得当下他们觉得 最不可以公开来的原因是因为 我没有怕的感觉 我觉得应该是在梦 他这一次上完厕所 念完尿啊再四点三点 洗完手再看 就觉得这个镜子虽然很蓝哦 哪里不对劲 他看到的是自己 可是自己是背过来的 所以你面对着镜子的 你是看到的是 自己的背面 背影 他一直觉得 眼花了 眼花一定是眼花 这一定是眼花了 就回去睡 所以今天是他们 这四个学生神经很大条耶 第一个在算命大 因为才一个礼拜嘛 在算命师的面前讲 第二天全部搬 东西也不管 能够搬 搬 搬 统统搬走 四个都碰到灵异状况 然后都没有 心照不宣 是这个算命师点了他们 他们才觉得 真的会这么碰到吗 这是闹区耶 神经在大条下去 后面可能四个都会发生 一件事情 因为我现在听一听 至少里面有一个女鬼 跟一个亲面的人了 不晓得 他像庞德大哥呢 他是省事件用买豪宅 在北县买了一个豪宅 结果也是鬼屋 对 像你刚才提到 可能他四位学生 可能本身都已经灵异体质 才看得到 而且知道是租的可以搬走 对 像我自己 我想我是完全没有灵异体质 我从小说国三有一段时间 快要考高中的时候 因为可能压力很大 就玩了一段时间 玩了这个碟线 后来就疯刀再不完 为什么呢 不要有机会再说 好 那我出社会之后 我就反正刚才的工作 第一份工作 我就觉得 收入还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就买一个房子 也不可能买贵嘛 我在戏纸 戏纸是最会淹水的地方 当时因为大家都觉得 那边很便宜 一平台六万多 我买的当时已经十一万 我就觉得已经很便宜了 十一万买 就买得很高兴 打发给我一个高中同学 这从以前 大家在学生的时候 觉得他有一点点怪怪 但是觉得还好 就是有点怪 比如说大家出去 毕业旅行 住饭店的时候 他说这个房间我不住 我说干嘛不住 反正我不住 他就自己一个人 跑了走廊睡 或者他就不进这个房间 有这样的经验 他有点怪怪 但是觉得也还好 那天我说 小宋小宋 他叫小宋 我买了新房子 好朋友来 来我这边 参观一下 他就来 就来的时候 他就坐下来 四处张望 喝一杯水 你喝 干嘛 房子 我说 昨天他这个房子不错吧 你这个房子 基本上住了三户人家 我说 什么三户人家 我说我一个人 我单身 我一个人买 什么三户 就是三户 其中有一户 我现在看得很清楚 是一个妈妈 单亲妈妈带两个寡子 小孩就对了 那个妈妈可能去买东西不在 那个弟弟现在就坐在这个书房 右前方 现在正在跟我招手 我听到我全身寒毛都 都住出来 而且我昨天晚上 我就睡在那个书房里头 另外两后 对啊 那他没有讲后面 我说你不要再讲了 不要再讲了 不敢再听了 我全身已经 全身汗毛都起来 我下了半死 但我什么都看不到 我说你不要再讲了 OK 我当天晚上 我当然就不敢住了 因为其实我住 我那个房子 它对面就是一片坟墓 我之前来看房子的时候 来看的时候 那个红绿灯 就摆了一个大棺材 一个大福字在那边 当时我一看 我觉得有点触眉 但我想 反正就这样 我也不信这个了 因为那个高尔是出山的路线 所以才能一瓶十一万 又听小松 这么一讲 当天晚上 我搬回我妈家住 我就不住了 结果一瓶八万块 我就把他脱手了 一瓶赔三万 主持人你知道现在 汐止下一瓶多少钱 你知道吗 下一瓶二十来万 这十几年前的事情 如果你朋友不告诉我 你可能自己住也没感觉 对啊 或者是他跟房中业者 穿弄好 故意跟我接 八万就要卖钱 有一些海招 然后他可能会这样子 对 不过我相信他不是 因为他后来 因为那一件事情之后 我就鼓励他 我说小松 因为他大学考的不是很好 我说干脆你这个天赋异禀 你就做这一行好了 后来他专门替人家看 刚开始看一次一千五 他就进来走两圈 有鬼 那不买了吗 那物质不买了 一千五就付给他 你看没鬼可以买 也是一千五付给他 后来传开来了 他看一次六千 他这一次看风水 他只是看有没有鬼 因为大家同夜间会传 好好赚哦 有时候他随便讲一下 他就赚很多钱 但我想他做口碑 他可能不是乱讲 因为他说反正就是 就是一次就六千 可是有些老师他就讲说 有些人他可以住在坟墓旁边 有些人他命格就是适合啊 所以我们常常在讲福地福人居嘛 就是他这个房子也许合你 但不见得合他 合他不见得 那通常在买房子的时候 通常会有一些预兆啦 第一个像刚才我们有提到 就是你看 我们到那边去 突然看到一个棺材或什么 其实那已经是一个预兆 对 可能我买房子也是这样子 买车子也是一样 就是你如果说 带小朋友去的时候 小朋友突然间比如说 第一个他惊吓不敢进去 那可能他会跟你讲 有个很凶的什么叔叔在里面 或怎么样 会有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那我们就知道这房子 尽量不要去 他那时候五六岁的时候就常 有时候去到人家家里 就说 妈妈 妈妈 你看那边有个阿嬷在那里啊 阿嬷现在知道我在比 大家跑到那边去 然后我们全部就 就赶快落跑了 就不敢再继续久待 我一个朋友更省耶 他是我坐车子的一个客户嘛 其实我常听来就是我从德国啊 或荷兰啊 进口一些当地车祸的一些车子解体 然后把零件卖出来 啊 你买车会摆到这种车了吗 不不不不 你别把我误会 然后我就买当地那一种车子的 引擎啊 零件啊 进口进来来装给我们的客人嘛 这其实是很好的价格啦 我一个客人他是开那个520的 D&W的 那后来我这边装了一颗引擎 它就变540了 是 变4000的骑车的引擎装给他 那装的一切OK 他也开得很满意 哇 就够来了就站得很满意 因为刚才老师提到小孩子嘛 结果他开回去之后没事 开回去以后没事 后面到底有没有大事呢 我们就马上回来了 谢谢 你这个 很闷的风啊 可是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们也被盖着 知道吗 就有一个不知道什么样的东西 就一直跟我吹 先吹我的身体 就是你觉得你躺着 然后旁边的人一直 对 就一直吹 就差不多跟如中那样 差不多吹得很冷 一直吹 吹就是很吵 那吵完之后呢 还没有 还开始就是烧牛的脚 大哥帮客户从国外引进这个特别的什么 对 特别的引擎 引擎 对 这说也是很神奇 就是我们长年来就做这个事 也没有发生过任何的状况就对了 那么这个事他开回去之后呢 他也很满意了 第一次就两周后 他回来保养换机有什么的嘛 变化他就有点欲言又止 他说 庞德有个事 我不知道该不该问 我说你问啊 你是客人看什么 一问你就问啊 我想应该是车子的问题吧 他说是这样子 我自从两个礼拜前 在你这边换了这个引擎之后 我那个儿子 他儿子在小学 小学生可能也是有点灵异体制 我想他当时没有这么说 他说我那个儿子 自从我这个车子换了引擎之后 他就几乎每天都会说 爸爸 爸爸 你车子的右后窗这里 挂着一只断掉的英文鼠 外国人的手 外国人的手 他说英文鼠之外国人的手 可能就是白皮肤挂金毛的那种 挂着一只断手 他说他儿子天天都讲 而且就是右后窗那个位置 那怎么办 他说庞德 我是不太 我就这样很诡异 但是你能不能去问一下 你这个已经在德国买的时候 是不是那种重大事故 我说一定重大事故啊 不然人家怎么会解体 但是重大事故 他说那为什么断手 你能不能替我问一下 我说好那我替你问一下 我就问德国供应商说 当时那颗引擎的那台车 是怎样的状况被解体 就一问 果然还真的很恐怖 德国那台540 他是右方一台重型机车 高速就冲撞 车撞 就撞在右后门 至于说有没有手断在后门 外国人是说他也查不到 但这个就让人觉得很毛了 很可能当时机车 如果当时真的手臂断了以后 就是粘在那个车窗上面 可是我只买引擎来啊 然后是外国人 为什么过来 为什么过来 这个 对啊这怎么回事 那事实上说 那整个车祸的过程当中 被撞死那个 他能整个 我们人这个急速最撞的时候 他整个洪波会护在那个上面 会给我们护的那个车管 就这样只是他的部分领域也会 对 那整个他就跟着那个解体一直在走 他后来运到台湾过来 那重新组装以后 其实那个 影像还是会继续 对 影像还是会一直重复在我们方面 所以我们每天看到我们就怕了 那事实上小儿子 为什么他有这种体质 最主要是说 他的本身的体质 我们能说脸比较轻嘛 比较纯洁 比较纯洁 我们有时候 我们这天平盖就在这边 是啊 记得小时候我们生出来的时候 这边是软的 那我们三文七波 是从这个地方灌进去 那会慢慢会硬 那小儿子这边 他不硬的话 就等于说天平盖是打开的 他可以 所以有时候小儿子 会看到未来或是过去的 真的 比如他这部车是 他是一个车祸的车 但是他可以看整个故事 事故的 你知道看 你即使已经解体了 他这个车 什么时候发生了 然后怎么撞了 他都还看得出来 有时候人家显的影像是很恐怖 很血腥的 小孩子就会怕掉 不要带去收集杆 那是阳视间的 显现阳视间的 像刚刚刚讲 老师讲的这个房子 跟汽车都有这些灵异状况 谢医师 有没有碰过 我碰到就是说 其实我碰到没那么恐怖 就是我出国住外国的旅馆 发生一些比较好玩的事 说恐怖其实也不是很恐怖 因为你觉得不恐怖 你阴阳眼的人 但是你从小就说 没有你都习惯 我们听得到很恐怖 我这件事情 我真的没有阴阳眼 不过是这样子 我就讲第一个故事 就是说 大概十几年前 我去英国出差 应该十几年前 那那个时候 就是我一个女生到英国去 那我们日本 有日本的本社代表 英国也有英国人 所以那时候 为了参观工厂 所以他那时候 特别招待我们到一个 就是说 英国百年的古堡去住 那当然百年古堡是很漂亮 他们说这是非常难得 因为英国人觉得很棒 而且以前的主人 或仆人可能还住在里面 然后那个时候 我就觉得很诡异 那个日本人 他就说特别 就是说特别安排我住到二楼 他们都住到其他地方 他说你女生住到二楼 比较安全 那我觉得二楼也没什么关系 反正我觉得百年古堡 也蛮漂亮的 那住过第一天晚上 因为自己一个人 住在那边是双人房 就是应该是有两张床 然后那个晚上 那个厕所马桶 从晚上冲到天亮 扣扣扣一直敲到天亮 我就觉得很奇怪 怎么那么吵 我觉得很奇怪 因为第一天我想说 隔壁大概老外习惯 晚上洗澡 就不以为意 可是也不可能洗整碗 或上厕所上整碗 好像在卸肚子了 没有 我就觉得说 当然我觉得很奇怪 可是没有办法 只有我一个女生 我也不能找人在最后旁边 那我就说 好吧 我硬撑了 硬撑了 后来趁到第二天起来 我就问了那个 他们日本人就说 问我所有的好不好 我说还OK 可是他们两个就 看着我都不讲话 你知道吗 后来我就想问说 我旁边有没有人住 可是呢 我也不好意思问了 可是后来我知道说 旁边大概没人住 第二天我就想说 好吧 我就把那个地藏王菩萨 因为我那时候出国的时候 我带地藏王菩萨的偶像 我就放在我的 就是我的床旁边 然后呢 我就说 昨天我是关灯 所以我今天火大开灯 我看你怎么样 你看你不好啊 因为他是外国人 他很不小心 不知道有什么作用啊 那当然那时候 我应该把圣经拿出来 反正第二天晚上还是一样 厕所还是冲 我就觉得很奇怪 然后冲冲他 我就更不理他 后来那个灯就开始摇 摇了我也不理他 反正我自己一根 我也没办法 是我们大地震那种摇 就摇来摇去 小小摇啦 摇摇我还是不理他 那我后来一直念佛 我好像看你怎么办 我说我自己一个人住在这边 你吵我我真的也没办法 后来到最后的时候 你知道他闹到最后 他干脆把我一个灯熄掉 对 他把灯熄掉 我就想说 也没办法只有我一个人 然后后来我就说 其实摆的灯很大 如果是我们早就只向 以下的串流 他就就睡了 因为我 其实我很好睡 我就管理的 我就第二天就反正照睡不悟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去试那个灯好的 那时候他灯关掉的时候去试 我以为是那个袖斗短路 那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灯都好了 那天正常晚上就会熄 袖斗了 他就把我灯熄掉 后来 他可能是来问诊的啦 比较诡异的事情就是说 我那间房间 后来第二天要退房的时候 我就特别去把窗户打开 我会发觉我的窗户 都是已经布满蜘蛛丝了 第一支间布满蜘蛛丝 没有打扫 那或许他那边主人是不太高兴 我去打扰他 真的 对 然后再吵我 叫我赶快搬 可是我就没有搬 你还连住两晚 连住两个晚上 这是一次的经验 那另外一个经验比较好玩 其实有时候人凶一点 还是好一点的 其实他的零件 没那么恐怖 你干嘛跟他吵架 骂他 第二次就有一次 我也是因为那时候去住雅典 雅典那个地方不是 是古城 我那时候是上网去订饭店 就住那个卫城 你知道那个雅典有个卫城 那卫城是个古迹 那我知道古迹旁边 有个比较好shopping mode 那我那时候订饭店 就想看看什么地方 比较好shopping 我知道shopping地方越近越好 女生最爱 对啊 女生最爱 我也没想到那么多 然后就订那个饭店 那个饭店蛮好 也是蛮好听的 叫西尔顿饭店之类的 我也忘了叫什么名字 是蛮有名的饭店 也是好几颗星的 我心急的 对对好几颗星 然后就住的时候 那天就是说 我觉得那个饭店很奇怪 就是我把窗户打开的时候 那个风是 你知道雅典那个地方虽然热 可是那个风就是很闷 闷很奇怪 可是很闷的风 可是那个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面被盖着 你知道吗 就有一个不知道什么样的东西 就一直跟我吹 先吹我的身体 就是你躺着 然后旁边有人一直 对就一直吹 就差不多跟如中那样 差不多吹得很冷 一直吹 吹就是很吵 那吵完之后呢 还没有 他开始就是烧那个脚 那我说我就很火大 就跟他说 我今天只是来跟你借住一个晚上 你不要再吵我好不好 让我睡觉好不好 讲国语吗 对我就讲了 然后你知道吗 之后就安静了 没有再发生了 就没有再发生了 我就第二第三天就睡 好好睡了 没这样子他碰到很多 不是玩比鬼而已嘛 而且没有伤害他 因为有些人可能 就被附身会鬼压床什么的 其实我们进去的时候 只要大家打一张招 比如说我可能 因为什么样的关系 能来住多久 那其实灵界里头是没有 跟我们这样讲 没有所谓的国界的 就是你只要心里头想 它可以感应到 大概你要表达的那个意思 就好像 其实他们曾经到古堡里头 那个有一个古堡是 里面有个小孩子在里面 那那个小孩子习惯 他会去拉人家的脚 结果反而变成景点 你知道吗 大家去是一定 子民要睡那一间的话 还要付比较高的房间的钱 不过还好 因为像艺人张本渝 他就曾经去内地出外景 住到那种比较简陋 那个是五星级的那种鬼 他是比较简陋 他说有这种状况的时候 最后人家是直接把他踹一下床 因为他很累 因为艺人有时候 常常拍个三天三夜 然后可是奇怪 他不是自己滚下去 然后最后他醒来的时候 就是睡在地上 而且有时候甚至 甚至有一些人被鬼踢一下 有淤伤 对 会有淤伤 或者是有脚印之类的 其实有时候睡睡一半 他们会感觉上 有一个人在前面 一直看着你 为什么睡着我 那时候就是 其实我比较凶 我就说你不要吵我 我只借住一个晚上 你不要再吵我 那其实后来他们就会散掉 我发觉有心话 所以自己或朋友 没有遇到这种灵异状况 根本不会相信的 有时候不只是住处啊 或者是交通车方面的 亲人也有一些不可思议的状况 我爸爸往生是因为中风了15年 那当时 因为可能是我跟我爸比较亲 也有可能 老天爷赋予我这个责任 我要去办后事 所以不是要不是我大哥办 不是我大姐办 主要是责任的康在我这边 你跟父亲感情比较好 对 可能是这样吧 因为可能是我在照顾他 那一连串的事情 我觉得还蛮温馨的 因为你知道人在忽然 要面对一大堆丧礼的事情 没有人有经验大家都不会办 那我记得我爸爸往生前一个礼拜 我跟我的一个大姐 就是外面的 应该算艺人界的大姐聊天 是 我说你那个大姐的妈妈刚往生 我说那大姐你的妈妈往生 怎么办丧事 请教别人 她就告诉我一脸串的过程 对 她说你这问这干嘛 我说没有我只想知道一下而已 因为有心理准备 一个心理契机 对 一个礼拜之后我爸就往生了 所以这些事情我都大概知道要怎么做 要先去找谁 那很多的事要做啊 包括你要找墓地啊 你要去买骨灰坛啊 你要去找灵骨塔啊 找什么亲人啊 写什么符文啊 一大堆的事情我要做 我怎么会 我根本不会 有点小压力 那我每一次 你知道人不会做很多事情的时候 就容易 那个情绪就来 找 家人就会容易吵架 那我每次快要吵架 快要崩溃的时候 我就跟我爸说 爸爸你自己来处理 你自己来处理 这些事情我不会办 你走得太快 你十五年都中风 你没有交代我任何事情 你自己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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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的事就变得很顺 那他爸爸到底什么 给他分享的感应 这个好玩 马上来 我们前几个 从师父 我哥 我 管母 管母里面是我爸 后面都是亲友 是 棺木之前 一滴雨都没淋到 庞多大雨 一滴雨都没淋到 比如说面临了父亲过世 我要帮忙处理他的后世 自己已经压力大到 快崩溃了 求救于父亲 那我每次求救于父亲 就跟我爸说 你自己来处理 你自己来处理 那我那个时候 我不是在故意再说 我根本没有灵异体质 我也不觉得 这有什么心有灵犀 可是我心里有一个想法 不知道是我的面临 筑成了很多的好事发生 还是我爸爸真的给我的一些智慧 我就觉得这件事情 比如说灵骨塔的事情 我就说 我去找谁来帮忙好不好 我会自己问自己 我就找那个人帮忙 OK 我骨灰坛 我怎么杀架 骨灰坛杀架很丢脸 对不对 可是我真的很想杀架 因为我爸爸是节省的人 要让葬礼都很节省 就符合他的性格 怎么杀杀不下来 我就说 叫你老婆来杀好不好 我妈来杀 杀一半 就很诡异 所以太太还是比较厉害 然后我就说 找 一直要找最后的那个 因为排位还不能进我们家之前 他要放一个庙 到处找庙 找到我们不喜欢 我就去看看你爬山的地方好不好 我爸爸很喜欢爬山 在我爸每一个礼拜爬山的地方 找到一座庙 超便宜 什么都顺 是 那我开始比较有信心了 那有一次在大礼那一天 大礼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把排位送去殡仪馆那边 把他的遗体取出来 念念经之后 然后就要送去活化 对 那当然还是很悲伤 但是又很忙 那大礼的时候 我就跟我爸说 爸我可能很多事情做得也够好 是 那请你原谅我 那我讲这句的时候 全部人都哭 大家都很难过 因为他们觉得我还蛮孝顺 对 可是我没有看到 我在哭的时候 我不知道后面有一些事情在发生 是后来大家拼凑起来 我才知道的是 就是 当我讲完这句话的时候 我应该说这个前提 前提是我请了很多的亲友来帮我忙 因为我不会做很多事 要请他们帮忙 是 我有一个朋友 我后来才知道他有灵异提醒 他那天非常三八的绑了一个很紧的马尾 为什么很紧 我会觉得我会意识到很清楚的记得就是 女生绑马尾很可爱嘛 松松的漂亮 他绑得非常紧 在这里两边 两边 放得很紧 我就觉得他不自然 可是那天要悲伤啊 谁管你美或丑 对不对 那我再讲完说 爸爸请你原谅我 办你够好 我就走 因为我的哭嘛 大家都哭就走 我这个号称有灵异体质的朋友 当下做了一个这个动作 那叫谁 请谁走呢 这个我没有看到 因为我已经在排位走了 后面你朋友问你 后来 我通通办完了 别人跟我说 你知道有人做这个动作吗 我问他怎样 他一直做这个动作 对 我们事后回过来 在所有的四十九天过来后 才问他说 你干嘛这样 他说 那一天 因为你爸爸听到你这样讲 大家都很感伤 都在哭 你爸爸也在哭 他忘了跟你走 所以我要请他走 我说你请他走 我那个时候是龙太子附身 所以他绑的是龙太子的脸 他整个穿着 就是很龙太子 我后来有看到那一尊 哎呦 我不得不承认你 还真的有点香 真的喔 难怪你觉得这个人的脸 怎么变得包 原来他已经被神明附身了 然后后来我们去大炼 然后我就可能 大家说那个师父就说 不要让现场的人 因为我爸爸没有什么朋友 他都来了人 你让你爸爸 就是你至少说一说 你爸爸这一生 让来的人不会太 功功伟业啊 对 让他热闹热闹 那我一说 其实我们家里的小孩子 大概两岁啦 四岁啦 六岁啦 不知道九九跟叔叔 发生什么事 这几天都没有人哭 哭的都是大人 小孩子天真无邪 可我讲完这一篇以后 因为我大哥非常严肃的大哥 哭了 他的嫂子当然哭了 然后我姐姐那边也哭了 最重要的是这五个嘻嘻哈 玩在一起的小孩子一起哭 哭得都很伤心 那我会说 可能这个时候大家家里的心都合在一起了 泌在一起 那就要把棺木推出去 磅礴大雨 从一点进到这个大烈 进到要开始火化的 最后的告别式的过程 大雨狂风暴雨 所以更没有什么来 那我一直说我办得不好 一直办得不好 我还蛮自责的 那最后就跪 因为爸爸往生 好像要跪的是九九 跪我妈妈的哥哥或弟弟 就最后的跪别请他们不要再送 那我就跪 看他算很伤心 那这个时候真的算很伤心 要送他去 那怎么办呢 棺木后面一大堆的亲友要送棺木 那我是拿 我忘记拿米还是拿牌位 那我哥拿的是照片 我们是最前面的两个人 狂道 是好 那师傅在最前面影 那就是说 赶快找伞啊 打黑伞啊 撑撑撑撑 不要撑 不要让棺木临到 不要让我们这几个临到 对不对 师傅也不要领到 承改 出去 嗯 我们都不记得 这都是伺候讲 嗯 然后师傅就 推进去的时候 哭啊 换啊 换名字啊 师傅就跟我说 你做得很好 我就怎么说 师傅对我的鼓励太重要 嗯 你做得很好 你不要担心 你没有发现吗 我们前几个 从师傅 我哥 我 灌木 灌木里面是我爸 后面都是亲友 是 灌木之前 一滴雨都没领到 对 庞多大雨 一滴雨都没领到 因为 如果大家去过 神奇啊 冰仪馆 新海路那边 你推出去到火葬场 大概有50到100公尺 没有遮雨棚的啊 没有遮雨棚 所以你推进去的时候 灌木通通都干干净净的 也没有说大太阳 就是雨停了 是 后面的亲友好友 通通淋湿 哎呦 啊 淋湿 所以我们的官母 一滴雨都没领到 是不是说 爸爸好夫妻 你办得好 所以你不要太介意 那我就觉得还不错 我就觉得我做了一些好事 那我觉得我可以提 提供一点点给听众朋友们知道 那可以请老师来解答 就是 当你碰到挫折 尤其是办亲人 或办你好朋友 这些丧事的时候 你要有个信念 别人告诉我说 只要你那个信念坚强了 你那个亲人 或是那个人 会感受到 王者会感受到 会朝你要的方向走 我一听到这句话 从我爸爸往生那一刻 我就一直在幻想 硬想 我就硬想 观世音菩萨 我爸爸穿着他 上班的襯衫 毛衣 西装裤 对我回首 观姨妈在旁边 我就一直在想这个画面 一直想 一直想 那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作用 这是我第一个要讲的 第二件事情 我觉得 当你把这些事情办得很妥当 尤其是亲人 是亲人往生 是你至亲的人往生 我觉得很多事情我就放下了 你看这两个殡仪馆 都保存了 都帮我爸爸把冰冻的遗体 顾得好好的 我不应该怕他 我应该要谢谢他 所以我一旦这样想 因为我现在工作的地方 是在殡仪馆旁边的电台 我都不会怕 因为我觉得他曾经保护过我爸爸 观念要正确啊 我是这样想 事实上人家说 心诚则灵 对 因为你的意念 好处感动听 对 那再也就是说 因为你的一个孝心 然后再也就是 你爸爸在15年当中 他所受的罪 也许他的所谓业障 已经圆满了 最圆满 那圆满的话 加上你的孝心 所以整个过程当中 就会如你所想的 当然 人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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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人家在酒餐 譬如说 人家派心禄毒 死了 通风险落后 那就是说 这些人酒餐的位 那事实上 如果你今天 人家有这个功德在的话 事实上 神明在引导的话 事实上 那个棺木绝对不会领道义 对啊 而且连家人都没有领道义 那那往生者 如果往生者出病那一天 如果你是遇到阴天的话 是功德最好的 家人的知识真的很重要 对 那你往生的阿公也曾经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故事 蛮温馨的 因为我外公从小 我们是常常跟外公互动很好 那我外公大概过世了 十多年了 那一般因为我们的习俗 就是说 过世之后六年要休息 休息之后可能就要放到 那个主塔当中 可是因为我外公他本身是入罪 他入罪的话 他就是不希望回到他 他的那个主塔当中 因为我们的习俗 他认为说 入罪等于是已经出来的人 所以他不会回到那边 那那个时候那件事 我就觉得说 那怎么办 其实我们那个长辈也不晓得 该怎么办才好 那有次就是 就是我 因为我们上班中午会回家 回家途中 我就隐隐约听到 我外公跟我讲 是说他要说 他要把他的那个 就是也 引到 对 骨灰要放到什么灾民室 那就刚好 很巧就是那个礼拜 我刚好人家要我去新竹演讲 那新竹演讲之后 平常我哥哥跟我妈妈有说 要载我回家 那天我妈妈跟我哥哥 不知道为什么说 我刚好去新竹 要顺便载我回家 我觉得很好 那他们载我回家的时候 我就跟我妈妈说 妈妈什么地方是灾民室 你有没有听过 大西灾民室 那因为我从来没听过这个地方 因为我外公跟我说 他要放到那个地方去 那我妈妈听了之后 他也不讲话 那跟我哥哥讲 我哥哥就载我们过去 后来我妈就跟我说 因为她有一个姐 一个妹妹 很小的过世 对不起 她过世的时候呢 她的骨灰就放在灾民室 好 那时候外公就说 要去灾民室那个地方 那要去那个地方 后来我去看了之后呢 我就问里面法师说 有没有空位 那法师跟我说 不太可能 因为那个灾民室是从 应该是日据时代到现在的股市 所以一旦放下去 是没有空位的 那时候外公就给我一年跟我讲 是说有个空位 在第几排第几排空位 那我就跟那个法师说 最近也有空位 那你就现场吐槽那个法师 对 你不要骗我 对 那个法师就看着眼说 你怎么知道 那法师 一个法师就说 不可能有空位 他说你 他中间旁边两边都有 中间的话应该是从日据时代到现在 不会有空位 但是旁边两边一定会空位 他说你都旁边两边就好 中间不要 那我外公跟我说 那时候一个一年就外公跟我说 中间第几排第几个 刚好有个空位 人刚好要走 就是一个空位在那边 我就跟法师说明明有空位 那个法师 一个法师看着我就不讲话 那另外一个法师说 你下个礼拜再来好了 后来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我想 好吧下礼拜再来 就不管他 可是我外公一直催我说 赶快赶快 妹妹 因为他叫我小明 妹妹你赶快过去 不然会被人家抢走了 我后来实在受不了 我就说好吧 我第二个就是 他过了一个礼拜 他又过去 他又做什么事情 我们在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六颗鸡蛋 然后呢 就三根香之类的 那我就等 等到叔叔到的时候呢 我就开始准备好了 然后呢 他说送你来 好 一切就緒之后 十二点整的时候 我们要面对这个月亮 月亮 一个大圆月亮 对他叹气二十声 二十叹 二十叹 现在是接收到 已经往生十几年的阿公 指定要葬在那个大溪 对 后来呢 就是第二个礼拜天 我们就再过去 因为他这礼拜天才开 就铃骨塔开到我们进去 那有一定的时间 那我实在没办法 硬着头皮进去 你知道吗 我就真的看到 就是第二排 第二个位置 刚好这个空位 因为你不太可能就是 那个地方绝对不可能有空位 是 那后来真的看到空位 我就赶快跟那个法师说 我看到一个空位 那法师跟我说 最近还刚刚牵走 那法师也不讲话 对 那法师 对大汉西 那个井非常漂亮 而且他的座向就刚好 那才神奇 就是外公还指定说 他的骨灰坛要什么颜色 要多大大小 还叫谁去买 他比如说那个费用要谁出 他一样一样都指示好好 然后他全部帮他安排好之后 等到他已经进去骨灰 就是进去铃骨塔的时候 他那时候就跟我说谢谢 但是他跟我说我不要进去 因为我跟他不同信 我不能拜他 那时候我觉得也蛮温馨的 那后来整个事情圆满之后 外公跟我说他很高兴 然后他跟我说 他现在要去哪些庙里面去当兵将 他说他会保佑我 然后其实 我就觉得很温馨 就是说我外公 就是他从小那么疼我 那我总算能够帮他做的这件事 那他觉得说 其实是一些蛮有功德的事 而且我这边要跟各位观众朋友讲 就是说万一你有长辈是入罪的话 你不晓得怎么办 其实这是个很好的方式 就是说可以把他的骨灰呢 骨灰坛请到庙里面去 那对他而言的话 他也找到 对 那只刚好谢医师 可以接受到他的讯息 像那个艺人罗自祥小猪 好像他父亲往生以后 也是告诉他说要站在哪边 还选好那个柜位 对… 因为一般来说我们人 通常因为含有肉体存在 所以我们其实又靠这个语言 在沟通 可是人一旦死了之后 他灵魂已经脱离了嘛 就变成从意念去沟通 所以像比如说刚刚讲的也好 以芳刚刚讲也好 就是我们在那个时候 你突然间有一个福祉心灵 有个讯息 那那个讯息就是他在跟你沟通 第一次听到灵异故事 都这么温馨感 很好奇的是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庞德哥说你爱疯狂迷上蝶先 对我这个不是很温馨 是大家这个我们这个年代 以前承受升学压力 都玩过 半精神病的状态我觉得 其实我个人 我不知道是不是在那边讲 其实我个人不是很信 这种灵异的东西 从小我就觉得我不信这个东西 他知道我国三 一方面是我刚才讲半疯狂状态 第二个是因为有个朋友 他说反正无聊嘛 玩玩看嘛 他就在我面前拿一个十块铜板 然后画十个圈圈 就零写到九这样子 十个圈很简单嘛 然后三个人我们就手放在上面 就跟玩蝶先意思是一样 蝶先 但是简单就蝶先 然后放在上面讲 蝶先请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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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讲请将领 然后就开始都动起来这样子嘛 那脚子啊 搞不好唬烂自己推的啊 但是他们讲完 比如说我们三个人 我们三个人的手放在上面 蝶先请出来 蝶小姐在旁边说 你现在没有碰嘛 你心目中零到九 请你想一个数字 你想你不要讲 你自己知道就好 你说嗯 好你想好了 那请问蝶小姐 请你想是哪个数字 我们又跑到 嘟 他的脸好像发白 真的吗 因为只有他知道 现在我们三个一起玩 我们不可能知道 他会想什么 但是百发百中 这是我现在 我还记得我国三 我真的哇 我在想怎么可能这么厉害 从耐克 你就那时候赶快问又啊 对 耐克我就相信 后来呢 他好像很高兴 哇 书包开始掏出来 一个八卦图的 三千多个字那种 蝶先盘 专家最清楚 一个蝶先的盘子 就拿酱油碟鞋画一个人的脸 就摆在那边弄个箭头 真的是碟鞋 也是一样的方式 三个人就在那边碟鞋 你请这样 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很信这个 哎呀 明天啊 他被老师打几下 三百下 明天要装逼不上课 然后就去呢 也没被打啊 就有时候一起 明天打几下 两下很高兴去 被打三百下 有时候 我觉得他会乱讲一通 但程度刚才老师讲 就好像是 往生者跟在世人 一个联络的方式 好像有些是靠碟线 对 那后来就当中间很多过程 就晚了 已经快接近联考的时候 大家就问说 我一考到哪里了 一下说建宗 要落榜 要乱讲一通就对了 讲到有一天 请到一个很特别的人 他说呢 嗯 这个陈小弟啊 陈小弟就我啦 我觉得 你这个年轻人 我还蛮喜欢的 你被鬼喜欢的 他这样讲 他说 但是有件事 但是我一定要跟你警告一下 他当然是慢慢推一个字 我们把它抄起来 是这个意思 我说什么事 你赶快跟我讲 他说 你可知道 玩蝶仙啊 是会减羊兽的 就是羊兽会减少 就大概走到说 诶 诚小弟 我喜欢你 然后会减兽这样子 之类的 我们都溢出来 就是这个意思 我本来可能 这生本来是火八十岁 因为我玩之后会减少 就是这个意思 他说真的吗 我们小孩子也很调皮 那多少多少敢跟我讲啊 怎么算啊 会怎么算啊 玩那么多次怎么办呢 基本上呢 他说每玩一次 大概会减少四年的羊兽 当时我说 哎呦 拜托 我当时几乎已经快被 我是内湖立山国中 快被封为蝶仙王子了 那玩了数百次了吧 那么一次四年 那我不早挂 对不对 不过我们还是 反正鬼讲的 我们还是听一听 哇 那这样我很害怕 怎么办 有没有破解的方式 他说有 我教你 你要在每个月 初十五的时候 因为十五号越远 买个没有错 初十五的时候 你要在自己家的阳台 然后准备三样道具 第一样呢 就是一颗凤梨 这是他讲的 我不知道是什么证据 他讲的 他怎么弄出来的啊 他慢慢指啊 其实比较专业的 写一些蛮快的 蛮快的 他说一颗凤梨 然后呢 六颗鸡蛋 但是鸡蛋很深 他说要三颗三颗直立排列 跟我们重阳节玩那种一样 那只有正中午的时候 对啊 还有可能立蛋啊 那我就拿那个AB胶嘛 就是 我就真的照做小孩子 我也很闷 不知道 对啊 我小孩子 我是蛮怕 听一听还是会怕 我就真的照做 我就准备 六颗鸡蛋 然后呢 就三根香之类的 那我就等 等到叔叔到的时候呢 我就开始准备好 然后呢 他说送你来 他说 好 一切就緒之后 十二点整的时候 我们要面对这个月亮 月亮哦 一个大圆月亮 对他叹气二十声 唉 二十叹 唉 其实叹五声大概就头晕了 好晕了 要叹二十声 代表丹田还蛮强的 其实我 因为我第一个月 我就真的照做做完了 然后做完了 结果第二个月呢 准备要叹的时候 一片乌云吹来 没有月亮 那个天使有告诉我 他说你看不到月亮 是不算的 那不可以 那我想那这样搞现在 每个月搞这样一次 那怎么办呢 就准备要做第三次的时候呢 准备要叹气咯咯咯 我房间有人敲门 因为我妈妈她这个 我知道小孩子很辛苦 要考试了嘛 到那一碗维利炸酱面 问我说干 就是要不要吃泡面之类的 好像广告情节 门一开 看到她儿子 在阳台 一颗凤梨六颗鸡蛋 然后在那边 你妈咬你 诸子 课业压力太大疯了 对对对 她当时是非常非常紧张的 她认为我可能有精神方面的问题 找我爸爸说 要带我去挂急诊 什么什么的 反正被我妈妈削了一顿 那些鸡蛋都被她没收掉了 后来我忍不住 我还是到我们同学家的地下室 去请那个碟线 我说怎么办 我做了两次半 第二次是遇到乌云 第三次被我妈活歹 那道具也都毁了 那怎么办 那我说那我这三次 到底能够救回多少 我问她 她说基本上 我刚才讲完一次会减四年 是啊 基本上你照我的方式 做一次法之后 阳寿又会再补回来 四个月 你这个法是怎么 我都火大了你知道吗 千辛万苦 闹在被挂精神病的危险 一次才补四个月回来 还是要补啊 不然怎么办 不过这次大家讲 好像真的是发生事情 但是我还是想 我还是认为说 那可能是人的某种潜意识 透过这种力量展现了 我倒不太相信说真的是 鬼附到蝶房 告诉我干嘛干嘛 这是我个人经验 我不知道老师有什么看法 对 她就是星辰哲铃嘛 到现在还不是很健康嘛 因为有一些人很不幸的 可能像那程维明靴之症 她同学疯狂玩喔 疯狂玩 然后是在那个几百个人 看见证之下 看着玩 真的就找到那种什么 动物铃还是修炼者的 后面玩的那几个 都是死得很惨 有一个还有在那个高速公路上面 遇到桥以后 她就出去喝了酒呕吐啊 然后就这样子伸出去车外 有没有整个上半身上一截 掉到桥下